说一下能量疗愈,什么叫疗愈呢? 譬如一般人病了,去找医生求疹 医生怎样做? 他就用外在的手段,打针,开刀,吃药 致力去消除病症,令你不再痛,或者不再发烧 令你的肿瘤消失了,功德圆满,搞定了 这就是大家所了解的治疗,就是集中去治病 不过十句其咎,救火救病功夫是治标不治本 就并未有租及到,为什么真的会病 更加未全面去改善整个人的健康状态 只是针对个别的病症,医好的胃病 即是胃不再痛,医好的伤疯 即是说你不再发烧流鼻水 医好的所谓医癌,令我肿瘤消失 其实这些就叫做治疗,therapy 就是这样做,根本就是黑洲求劍 不,自欺欺人,因为完全没有解决到疾病的本源 即是为什么胃会溃扬,为什么你会伤疯 为什么你会生了这个肿瘤呢 就算这个症候又消失了,身体往后 都是接二连三再病过的,疗愈,healing就不同了 就是在最基本的层面去改善整个人的内在生态 真正去解决问题,方法是这个人 就是塑本尋缘,基本转化 令整个人身心回到自然的状态 那就不用再生病了,重新去积极享受人生 好了,然后我们讲一下什么叫能量 事实上,宇宙万物都是能量的组合来的 所有有形无形的东西,全部都是同一种元素 即是能量暂时用不同的方式组合结合变成的 比如有个人叫A,他在这里觉得很喜悦很舒服 但是有另一个人有B在这里,你觉得很不妥 或者你抱着猫,或者抱个BB,又去一间房 他会觉得很不安的,去到另一间房 他又很舒服,很开心,甚至睡着觉 你走到人家的家,或者去一间商店 立刻感觉到很喜欢这里,或者很讨厌这里 你去到树林或者农场,就觉得很安静,很放空 身心受到滋养,例如有个聚会或者开会 长时间大家都觉得很悶的,分间有个人加入 气氛立刻就大变,那个很兴奋 你说怎样证明一些东西呢? 你可以用灵摆,这个就是灵摆了 灵摆也叫做能量棒,你可以用这些方法明显测试到 不同的东西的表现有别的 那就看一下了,譬如,现在我就拿这个东西出来 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那些改菜油 你看灵摆的反应 灵摆的反应,哇,它立刻就摆到七彩了 这个是逆时针方向 即是说这东西能量很差的,对我们是很不利的 这个东西很不环保嘛,那种味道呢 其实已经令你中毒的了 另外找第二样的,这个是长歌的口琴 你看一下,这个口琴 看看先,哇,它立刻就很兴奋地摆了 这个是顺持针方向的,证明能量很好 什么叫能量很好呢?就是令到我们个人 新三菱都会提升的,做了很多好东西 长歌留了很多能量在这里 这些就是能量的现象了 你叫做什么都好,气、生命力 有些人叫做宇宙能量,有些人叫做上帝的恩宠 Grace of God 古今中外的文明都不弱而同 形容这种力量有些共通的特征的 周围都是,看不到,闻不到 但有时有感觉到,它是很正面的 很善良的,很可爱的 人家舒服,平静,安长,圆满的 是阳性的,它和爱是相互相成的 可以说是同一个银币的两面 它用阳光的相互相成的,它可以疗愈的 可以搞定你的东西的 它的本质和其他的能量很相似的 譬如电,光,热,辐射,颜色,声音,磁力 所以有些人叫做生物电,生物磁力 所有动静物都发出能量的,虽然有些强弱的弱 譬如高龄的大树就很强劲 一个人很健康,心态越积极 就发出能量是越强的 身体上最强劲发出能量的部位在哪里呢 掌心,指纸,其次是双眼 这些都是发射能量出来的 可以用一些物质去测量到 譬如金属线,有些细线 都可以测量到的,刚才那个灵摆就是 可以储藏在有些物质那里 特别是水、木、石、水晶那些 能量跟着天气的变化去变动波动 譬如行为闪电,打风的时候就特别强了 能量可以由内心控制 它可以遥距令到很远的东西产生变化 能量可以以为做好事,亦都可以以为做坏事 能量就在大自然里面最强烈的了 譬如海,譬如树林 一般人以为气这东西很难触摸 只是特别天资秉赋的高人才有资格感觉到 凡人就无缘 其实人人由朝到晚可以感觉到 只不过是未意识到是怎样的 例如你走去人家的办公室 说得不妥,不舒服,很讨厌 或者不知为什么呢 你又觉得很平安、很宁静、很欣慰 所有这些都是气场、能量的效果 能量可以加速我们的自我疗愈 好了,现在讲到能量疗愈 能量疗愈是什么来的呢 宇宙间充满生命力,我们叫做气 刚才说了,万物都是由这种能量组合而成的 人会病,心情低落,很痛思想闭塞,失去自信 憤怒、内疚、失眠、无精打采 都是因为我们里面那些气失去平衡 能量疗愈就是energy heating 有些人叫做vibrational heating 就是采用方法 中国人叫做气功 直接去影响我们身体里面的能量生态 就是气场 将那些失去平衡的扶回正 回复平衡的自然运作 于是什么病都好,就会不弱而遇 人精神爽利,信心十足又积极 充满慈悲大爱的心情 就是这样了,是怎样发生的呢? 疗愈是怎样发生的呢? 进行期间,那个施者,那个疗愈师 透过利用刚才那些手段 调教到受者本身的震频那里 将受者身体里面气堵塞的部位 打通它,恢复正常流动循环 于是康复就发生了 那么那个受者不需要做什么呢? 不需要吃药呢?就会痊愈了 那么想想,疗愈怎样可以发生呢? 说到尾,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生命影响生命 或者再确切一点去形容 就是那个疗愈师,施者 调教自己的震频 接上了受者的震频那里 然后用办法去改变它 天下间,所有东西都在震动 vibrate 当两样东西放在一起的时候 那个震动就慢的那个 就会加速,配合快的那个 这种令我低落的人兴奋的现象 很多物理的实验都已经证实了 科学就叫做夹大entrainment 举例,他们做过实验的 两个电子震荡器 本来他们自己在这里各有各阵的 但是如果两个摆在一起 两个摆在一起,经过一段时间 震频会越来越接近 终于变成一致 没有人去搞他们,就是这样 或者他们试过用两只动物 割下来的心脏还在跳,虽然死了 摆在一起,很快两个心脏就会一起跳 还有可能大家留意到 几个女孩住在同一个单位 过了几个月,这么多人的惊奇 就是同时出现 这个本来不同的震频 出于同步的现象 科学就叫做resonance,共振 能量遥遥寨用了夹大的手段 造成共振,达到原本的复原目的 有办法就是制造高频 很高震频的能量场 用声音,意念,水晶,光,这些 将能量场,即密集的生命力 靠近病者的病灶 譬如很痛,很紧张,拿着,哪里发炎 有个肿瘤,那个部位就会收到你的讯息 自己改变震频 接收到高能量的震频 于是恢复自然运作了 好了,最紧要知道 能量遥遇有什么益处,有什么作用 为什么要做呢 为什么要做呢 因为它很神奇,很简易,很安全 没有富不良的副作用 而且好好享受 令到我们生命境界不断提升 生命更加丰盛,更加幸福,更加圆满 一般来说,能量遥的效果 就包括人生的每一方面 譬如身理方面,什么病 能量遥做得到位,都可以令它很快好回 对于几种症状,特别明显的 譬如疼痛,尤其是牙痛,头痛,肌肉疼痛,肚痛那些 发烧,就加速退消 咳嗽,令它快点止咳,治疗伤风感冒 肢气管炎,肚痕就会快点止射 身眠,令你睡得好,肌肉松弛,没有那么紧张 令你睡眠的质素提升 很多种慢性病,包括眼、肝、肾、心脏 都会加快好 令我们的气血运行恢复通畅 延年益手,提升生命力,什么病都医好 手术更加大机会成功 在心理方面,能量疗愈,对于各种由情绪产生的问题 都有疗效的,非常之有疗效 特别是抑郁,就可以减少情绪低落,消除自杀倾向 和恐不安,舒缓各式各样恐惧症 令你害怕吓到导致的负性情绪 令你安心减少焦虑担挂 愤怒令你调起顺恢复平静 缴压,帮我们放松全身大休息 令你活力充沛 恢复精神爽力,消除抑郁 开心快乐,平水稳定 恢复斗志和乐观的心态 就是令我们耐心情明平静舒服自在 恢复自信 帮我们工作专注长期工作 就不觉得疲累 令我们脑筋灵活 提升创造力、生产力 令我们更加爱自己 懂得照料、现代自己 令我们容易解决人籍关系的问题 加强我们与其他人沟通的能力 令我们更加了解、认识自己 新心灵 另一方面 能量疗愈可以提升人的精神状态 令我们更加有效和上千沟通得到开悟 令我们精神扎根 提升生命的战斗力 清除堵塞的能量 令我们改变意识状态 可以快点入定 令我们祈祷、练功、收获、突飞猛进 境界提升 达通天地线 心想事成 所以其实有很多很多这些效果 讲下怎样将能量可以传给人呢 你学教我们 热能 热 用手触摸 触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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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功呢 都是时时很多人用的有效的犯法来的 用一手去传送 特别理想 因为做那个 和收那个都看得到 神父祝福别人的时候 或者祝福一些东西 这是很突出的例子 等到感受那个 很容易得到能量传过来的感觉 而且一般人容易理解容易接受 也不用手 用眼去传送能量 都是很普遍的做法来的 譬如我们每一次 眼定定看着别人的时候 看着一样东西的时候 已经在放松能量了 只不过有知人经过训练 长期实习 随时随地 随心意 就可以用眼的能量 就是传过去影响其他的东西 另外 我们可以用声波传送能量 有效的办法 当我们和别人聊天的时候 或者发表演说的时候 其实不断发出能量 我们运用声线 用谈话技巧 来传送意念表感情 其中的能量 可以非常肯定地影响受者 包括安慰他 鼓励他 支持他 向他表示爱 妈妈唱催眠曲 BB就好像着魔那样 瘦了 这些都不偶然 我们有时说 哪个人的声音 很有磁声 很有吸引力 有些人 他的目光就可以催眠 其实就是说他能够发出能量 影响甚至控制人 他 意念也都像音波 光波一样 含有能量 想那些事情 收法之间 对其他人的影响可大可小 有些人 就躲在家里 闭上眼 放松意念 就是 即刻 影响到万里之外 有些人 有些事情 这不是科学范小说 在老作 因为姚他发弃医病 相当普遍 很多人做 我们人人都不断这样做 自己不知道 你想起谁去祝福他的时候 他已经收到信息 虽然他即时未必知道 不过科学实验 已经证实了这件事 我自己个人的经验 都有各自各样匪夷所思的例子 大家明白了能量疗愈的原理 又要多些留意生活里面 变化的状态 事事运用能量 去令自己的人 和身边的人 生活得更加幸福 再见